介紹所有粉絲朋友們大家好 就開始直播了 這一站我們來到了 有英式奢華平衛的一站 加華Land Rover 一開始當然就要看比較浮誇路線 所以我們現在找到兩個好朋友加入我們 他們在聊天 所以大家線上聽到雜音就來自他們 我們已經開始收音了 而且兩位正在聊天 那我們歡迎準埋族 葉明德葉師傅 我是模型準埋族沒錯 你不是模型埋行啊 他最近有出很多模型 總監好 Begg總監好 我們都認識很久的老朋友 所以今天我們會如何讓葉明德做出個抉擇 因為他對你們的品牌下很多車子都非常的有好感 人家也極高 但到現在遲遲都沒有入手 我相信一定是某個環節卡住了 沒有我今天如果借這個機會澄清 我如果沒有講清楚 我相信很多朋友會誤會我 為什麼我到現在還沒有買Range Rover的車 是有一個原因 盈菱姐不借我錢 欸 欸 都是他的問題 欸 我借你錢你也要還啊 但說真的 這些車真的很迷人 而且你知道 你現在在的這個地方 是SV SV 就是他們家的更熱血 往上更高級的 Special Vehicle Operations 因為你英文要再翻牙 Special Vehicle Operations 他有一個特製車部門 那現在也可以 譬如說幫皇家做一些特別的車子 也是從這個部門裡面去做發展 那你不能買 因為我們是皇家 因為你是卸家 大家不要退我站好不好 要退退彥靈的人站 謝謝 協助我這裡直播幹嘛 好 我們先來看第一台AutoBine Rover 好 他的發氣感跟其他車款比較不一樣 對不對 真的嗎 事實上他的動力表現都很強 因為為了對應這種高質感 你知道他用的是5.0V8機械增壓 但馬力你絕對猜不出來 你剛剛不是背了嗎 我剛才背了 但是他馬力很特別 什麼個特別吧 他馬力剛好565匹 565匹 你知道嗎 這一區你現在看到這一排的 有575匹 有550匹 但是如果我不講 你絕對不知道他565匹 為什麼他是565匹 為什麼 因為要問原廠 基本上就是調教的關係 調教比較適合的馬力 來配合這個車 但是他這台車有個特色就是 他在onload的時候 他會讓你覺得 那種高級車的那種豪華舒適 而且這一台車有個特色就是說 不管是後座買家 或是你自己開 你都會有一種優越跟尊貴感 因為你坐在上面 他有一個commander position 就是指揮官的坐姿 然後裡面全部是手工的 我們靠近看一下就好 看一下看一下 地毯不簡單 他的頂棚也是用皮革去鋪裝上去 頂棚的地方 他的地墊就是克什米爾羊毛 那我就用手 你摸就好 摸一下去 哇 柔軟 因為那個要賣皇家的 你是卸家不行 不要一直亂講好不好 我們來換下一台車 SV區車子很多 所以是快速的導覽 如果要看車 你可以直接來到車展 反正到1月5號以前都可以來看 等一下 這台是Pringer Rover Sport嗎 對 Pringer Rover Sport 這個價格不便宜喔 但是我相信對於富豪 就是頂級玩家 他絕對負擔得起 因為這一台是馬力最強的 就是你想要有跑車般的聲浪 然後你的外型出去 要穿可以跟人比拼 你就要塞這隻 你看看 你看看 有 其實Range Rover Sport 其實很棒 但是這一台說真的 我還沒開到 還沒開到 因為575匹 575匹 就是你 你按一下啟動鍵的那一瞬間 他的八缸機械增壓 就這樣 這樣 反正形容得真好 按啟動就是這個聲音 而且 我還沒有動作 萬一你開這一台 你想說去體驗競速 但是不小心下大雨 又更不小心路上淹水了 你不用怕 你射到桂林 這台車的射水模式 可以到80公分 就是800mm 對 因為它有磅殼式的引擎蓋 然後懸吊還沒來 但這一台對盈甯姊來講 我相信你一定會覺得 負擔得起 但是覺得有點吃力 沒關係 後面還有Velard Velard是我一直以來都很喜歡的一台 我有參加過Velard車去 每一個買Velard的都歐漏跟彈機 真的 對 因為他們覺得車身尺碼剛好 對 然後又典雅 然後又有時尚感 對 那這一台車呢 它一樣是5.0的V8 Super Charge引擎 到底這個引擎長怎樣 我們開給大家看 要開了 找到 來 你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有引擎本體裸露 其實很簡單 它為了散熱 但是你可以花錢選配碳纖維的四蓋 把它蓋起來 因為它為了散熱 但你加了Carbon Fiber就很好看 那你有沒有發現這個樓空的引擎蓋 這叫棒殼式引擎蓋 對 就是你在越野的時候 它的氣管呢 可以在這裡面吸氣 就是維持引擎運轉 所以你就不用跑 但是排氣管呢 在水裡面也沒關係 它會 就是它會把氣排出來 所以水裡會冒泡 是在台灣首次亮相的一個車款 就是索拉的SVAT的車款 對 如果是SV的話 第一次 對 那再來有一台 我覺得最適合引擎姐的 每一台都適合我 有別的梗啊 而且一匹馬力不到一萬塊 你一定會覺得超值 真的嗎 我們把話講白的就是夭壽燒 夭壽 你會覺得夭壽 F-PASS是我的路線嗎 大家覺得 覺得啊 紅色是我的路線啊 而且這一台一樣五百五十匹喔 五百五十匹 重點來了 四百六十二萬 一匹不用一萬塊 你要去哪裡找到這樣的一台性能車 這樣的美型 這樣的優異操控 再來就是內裝就很熱血了 你把車門打開 現在可以開了是不是 可以可以可以 這裡可以坐上去 它裡面的那個皮椅是選紅色的 很好看 而且它皮椅上面還有這一種 名格文的 然後紅色的皮椅 我上車 這個跑車型的座椅 那其實裡面有一些 像這種感濕的狀態 增加它的抽空感 裡面的鋪陳 女生一定喜歡 其實我覺得男生應該很喜歡吧 這種鋪陳適合我對不對 這個也算務實啦 因為你不是選一台特別貴的性能車 這一台在五百萬元以內 其實我覺得跟盈盈姐最匹配 五百萬元 那你要借錢給我嗎 有性能 有操控 又有空間 然後又可以微越野 這麼棒 不過到下一台去了 因為車子很多很多 所以我們剛好 一口氣在大家看一下 SCOVERSBO也是這次 首次亮相的一個小桿的車型 對 我一眼看一下XE 因為我重點在旁邊 來看一下這台XE 其實這改款 其實它在外型上 也蠻大幅度的變化 主要在燈具的整個設計 還有前後保桿的設計 來講就是全新的一個設計的概念 那我們台灣引進的設計 就是R-Dynamic車型 所以更具跑車 這裡有一台賽車 德哥 對 Fermuda E 就是你知道 Jagra Land Rover 它在進軍 就是電動車這一塊 它的表現已經很出色 所以他們用Fermuda E上面的技術 把它量產化 就是包括你看到的i-PASS 其實很多技術都是來自於Fermuda E 對 你會看到 大家看一下 因為這台車說真的我也沒開過 也不可能開過 我曾經問他們說 可不可以接我開 但他們說NO 而且我不只台灣問 我中國也問過 就是沒辦法開 大家在旁邊真的很不好意思 大家覺得葉明德坐得進來嗎? 葉明德本身那麼大 連我坐進去都有困難 葉明德 爬進去囉 沒有啦 它方向盤要先拆 方向盤要先拆 我沒那麼白目 看一堆人這樣 我開玩笑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入今天的兩台重點了 Discovery Sport 其實它該款幾個重點 它就用精緻化的一個設計 不論是頭燈尾燈的設計 還有內裝的質感 其實也都更加進化 另外來講它當然有保有 Discovery Sport的空間 以及使用性的部分 你看它輪框 是故意用鋼琴烤青的那種感覺 我也覺得就是這台車在動的時候 那一種往前衝的那種衝力是很 藥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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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讀書喔 藥洞感 我們先來看一下 因為今天也很多民眾跑來看這台車 偶像是已經打開了 對 當然這台車畢竟是Discovery Sport 你會覺得它會比較多著墨在它動力跟開起來的感覺 所以實用性也很高的 對 你看你這時候可以幹嘛 可以露營可以釣魚 可以釣魚 釣魚 真的釣魚啊 對可以這樣釣魚 停在河邊 好那我們歡迎江泰宮 這個設計也提供5加2這種素贏選擇 所以它的空間變化 可以更加緊活去對應消費者 在生活上的一些不同的面向的需求 對 所以你可以做一些選擇啦 這一台很好駕馭 但是我覺得那一台比較適合你 很辣 比較穩 比較穩 注目度更高 對 那我們可以來到車內了 看它一下 這一台是R Dynamic 所以你會發現它的套件比較動感一點點 包括像你會發現它有像紅色的車縫線啊 還有Carbon Fiber的那種內飾板 對 會讓你覺得稍微動感一點點啊 那其實它內裝 其實這次採用全新的造型的這個方向盤啊 數位儀表 還有我們這個雙螢幕的Touch Pro這個系統 組它整個新的一個中控的介面 所以質感其實才更加好 對 因為這些都是源自於Range Rover的車系 對 說真的Range Rover不錯 但是Range Rover在品牌的定位上是高於Lenovo 對 但它等於把Range Rover像包括Vera 像Evoque的這些下放到這一台 Discovered Pro上面 對 我們來看Evoque了好不好 好 我們來看Evoque 最近的Evoque 這台車為什麼我覺得它很棒 我試的是P250的R Dynamic 那P250一樣是2.0的Engineus引擎 249匹 我實測0到110匹7.5秒 這蠻大台的耶 對 這一台是SUV有7.5秒 而且你會發現 它還有一個地形反應系統的第二代 這個地形反應系統第二代要幹嘛呢 就是你如果在越遠的時候 大幅降低越遠門檻 因為像我高手如我 你真的要去越遠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這些 你可能要用加力箱中央差速器鎖定 但你又不知道什麼時候要用 什麼時候不要用 然後油門要踩多少 你都不知道 但這個很簡單 按下去 手指頭按一按 油門一拜 寒多如青菜就過了 這個就是料理你都可以駕馭的好 對 不要說盈婷姐 盈婷姐的阿嬤也可以開得很好 對 等一下 因為我試過第一代的地形反應系統 那第二代跟第一代的什麼不一樣呢 就是 第二代就是它有一個AUTO的功能 對 所以簡單講就是剛剛德哥講 就是給一個 你不用做判斷了 你不用做判斷了 對 它會依照路況自己做設定做判斷 而且有一個黑科技我要講一下 你如果開Vlog 你會發現它有一個中央差速器鎖定 它有時候會開 有時候會鎖 這台車它沒有中央差速器鎖定 但是它一樣有這個功能 你知道為什麼厲害了 為什麼 它是用煞車來幫你脫困 就是一般來講 我們對腳輪的話 它動力會騰空 它的扭力會被空轉的那個輪子吸過去 但它不會 它會把空轉輪子殺住 然後讓動力維持應有的輸出 它不讓你帶走 對 所以它一樣可以脫困 喔 誰這麼厲害 講到黑科技 它還有另外兩個黑科技 就是它有所謂的透視的功能 引擎透視 引擎蓋 我們可以透過中央螢幕透視到引擎蓋下方 所以譬如說我們在四區 我們車子要靠近路原始 有時候它會刮到那個旅圈 旁邊上 透過那個系統 其實你可以很清楚判斷下方的一個狀況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主要是電子的後照鏡 當後座坐人 有我們一些大型的裝載物體的時候 透過電子照鏡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後方的視野 是一個無視角的形 180度 那快速看一下EVOG了 因為是新車 它熱度滿高的對不對 我很好奇 其實它是一個全新設計的車款 所以說你從外觀來看 其實滿極簡的概念 它有這個伸縮的把手 它除了造型美觀以外 它對風阻其實有些幫助 對 上下兩個車色也很好看 對 它有黑色的車頂 黑車頂 你知道攝影機放哪嗎 放哪 攝影機放這裡面 喔在這裡有個攝影機 對這個鯊魚騎的裡面就是攝影機 喔 可是這一站我們看Joco和Rober的一些新車款 大家有什麼問題盡量留言 我請德哥來回答大家 好 沒問題 對 好 那記得鎖定T-C-R 那有任何問題再留言讓我們知道 下次再見囉 掰掰